自古红颜多薄命 奄奄无语对东风 这句出自西游记的经典话语 好似在讲述着从古至今美人们的坎坷命运 香港影坛的美艳女星不在少数 而且很多人还有着高雅的气质 不俗的才华 但是偏偏中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邪 命途坎坷甚至英年早逝 大家好 这里是一支嘻嘻力 今天和大家聊聊香港影坛上八位红颜薄命的女星 一 白小曼 1956年到1974年 享年18岁 有着零代以后最大的发现之称的白小曼 是一个中美混血儿 拥有着高鼻量 大眼睛和曼妙身材的她 堪称是人间有物 在被李汉祥发掘之前 白小曼的生活过得很是精彩 十六七岁时 不仅频繁患男友 而且还跑到了菲律宾 一部神探小旋风 让她获得了一幕初体验 同时 她也与药物有了亲密接触 并且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在经历了分手 西时违禁品 轻声等事件后 颓废的少女回到了香港 继继续灯红酒绿 纸醉精迷 1974年 白小曼遇到了她的贵人 李汉祥 她不仅成为了李汉祥的干女儿 还担任了声色全马的女主角 而且资源不断 更是与邵氏电影公司签订的五年合约 得到了邵氏的力捧 不得不说 李汉祥对她的挖掘 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不仅帮她借掉了药物 还让她改掉了放松的生活 即使如此 美人依旧凋零了 在声色全马还没上映的时候 白小曼不在了 据说是不堪黑社会逼押 才愤然轻生 二 翁美玲 1959年到1985年 享年26岁 1959年 翁美玲出生于中国香港 在历经了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之后 移民到了英国 并在英国完成了学业 还参与了英国华裔小姐的竞选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1982年 是改变翁美玲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 23岁的翁美玲回到了香港 参与了港姐的竞选 不过 最终只拿到了第八名 但是 她却被无限发掘并签约 9月份 翁美玲参加了理想黄荣的竞选 最终从3000多人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这个角色 虽然 外界对翁美玲饰演黄荣一决 充满着质疑 但是 《试队英雄传》一经播出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翁美玲在剧中的表现 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她古灵精怪的样子 把角色演活了 由此 她获得了最美黄荣的称号 虽然 心路一片坦途 但是翁美玲的情场 却不是很得意 在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 她与汤真叶 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也因为 与汤真叶之间的感情破裂 和外界的闲言碎语 导致了她的轻生 1985年5月14日 翁美玲在家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享年26岁 从此 最美黄荣凋零 三 陈宝莲 1973年到2002年 享年29岁 出生在上海的陈宝莲 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中 从小跟随母亲长大的她 非常缺乏妇爱 这导致了她 今后与大她33岁的黄润中 纠缠不亲 1990年 陈宝莲参加亚洲小姐落选 第二年签约拍三集片 因为当时还未成年 由她母亲代签合同 陈宝莲有着漂亮的脸蛋 和漫妙的身材 在电影中表现出色 一系列的作品 令小伙伴如属家珍 和心向网之 当然了 许多无缘于她三集片的同学 也一定看过周星驰的 《国产007》 《爱美神一绝》 惊艳绝伦 抢了不少风头 陈宝莲身边 不缺男人的身影 不过 虽然有莫少聪 黄紫阳 蔡风华等男星围绕左右 但是她最钟情的 还是大她33岁的黄任忠 但这段感情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清场的失忆 再加上失忆上的不如意 令陈宝莲一度精神失控 不仅前去黄任忠家大闹 并且多次伤害自己 服药轻生 最终 在2002年7月31日的傍晚 陈宝莲从上海的一栋高楼上 一跳而下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享年29岁 4.简慧珍 1969年到1999年 享年30岁 简慧珍出生在马来西亚 一个富足的家庭中 她的父亲是当地一家 珠宝金行的大股东 从小就过着优渥的生活 条件优渥 再加上出色的外形条件 16岁的简慧珍 在阳光小姐选举比赛中 一举拿到了冠军 从此踏入了娱乐圈 进入到娱乐圈后 简慧珍的发展很是顺利 不仅频繁搭档张国荣 周润发 刘德华等巨星 拍摄了A计划续集 英雄本色续集 一枚道人等多部影片 还签名了亚氏 可谓风光无限 在此期间 她还与李小龙的儿子 李国豪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当听闻李国豪去世的消息后 简慧珍痛哭不已 虽然心图一片大好 但简慧珍好像置不在此 在拍摄了几部影片后 吸引 转而去做生意 可惜红颜薄命 1998年 年仅30岁的她 患上了脑癌 并于第二年去世 享年31岁 5 林黛 1934年到1964年 享年30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林黛这个名字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她在香港电影史上 是最有名头的 国语片女演员 还创下了 蝉联四届亚洲影展 最佳女主角的记录 这一记录 至今都没有人打破过 出生于广西的林黛 因一张照片 进入了娱乐圈 1951年 17岁的林黛 拍摄了一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 被著名摄影师 曾维根放大 摆在了自己 摄影沙龙的橱窗里 正是这张照片 引起了长城电影制片公司 负责人的注意 签下了林黛 进入到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的林黛 凭借着改编字编程的影片 脆脆走红 之后又加入了 当时风头正盛的 邵氏电影公司 成为该电影公司 最红的明星 当时的林黛 可谓是风光无限 不仅影片频频打破 卖座记录 大奖也难道手软 那时的她 被称为继烟窝汤后 远东地区最伟大的发现 可见林黛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 林黛还是天才童心 冯宝宝的义母 然是这样一位 颇具影响力的女星 也逃不脱情商的打击 1964年7月1日 林黛在公寓亲生 享年30岁 她的死讯一经爆出 震惊全球华人 据了解 她出病当日 成千上万的影迷 都来送别美人 六 乐蒂 1937年 至1968年 享年31岁 素有古典美人之称的乐蒂 原名西仲仪 在她出生之前 父亲就外出用餐的时候 不幸被炸弹炸中身亡 虽然未出生就失去了父亲 但是乐蒂被母亲和外公教育得很好 在祖父的影响下 乐蒂从小就接触了表演 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随着母亲牵居香港的乐蒂 考上了长城电影公司并签约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圆梦立成 在长城的五年时间里 虽然也拍摄了几部影片 但到因种种原因没能被人熟知 再进入到邵氏电影公司 乐蒂开始大放异彩 在邵氏 乐蒂参演的首部影片 就是由大导演李汉祥和胡金泉 共同指导的影片 《妙手回春》 一炮而红 之后更是片约不断 《红楼梦》 梁山伯与祝英台 接人厌妇等家作评出 成为了邵氏公司的扛靶子 事业蒸蒸日盛的同时 乐蒂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在拍摄《夏日的玫瑰》时 她与今后的丈夫陈厚结缘 但是这段感情并没能长久 在发现丈夫对自己的不忠后 乐蒂果断选择了离婚 专心于发展事业 然而在离婚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968年的12月27日 乐蒂在家中午睡时 被女佣发现昏迷不醒 送至医院为时一晚 这位古典美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享年31岁 7.林凤 1940年到1976年 享年36岁 提到邵氏电影公司中 成功的女明星 就不得不提到林凤了 她是邵氏电影公司 早期培养的最成功的一位女星 还有着邵氏之宝的雅号 出生在香港的林凤 自幼喜欢电影和表演 她经常会模仿影片中的各种角色 长大后的林凤 考入了邵氏电影公司 开始了她的演员生涯 在进入邵氏的第二年 林凤凭借着《鲜秀奇缘》 《横门淑女》两部电影走红 成为了邵氏的重点培养对象 据统计 林凤一生共拍摄过100多部影片 除了演技了得 林凤还能歌善舞 再加上自己清纯的形象 被人们称为迎谈玉女 颇受人们的喜爱 也深受公司的重视 1967年 在拍摄完电影《月向那方圆》后 林凤宣布了西影 与丈夫步入了婚姻殿堂 专心相夫教子 但人们万万没想到 这部影片竟成了林凤的绝唱 1976年 人们接到了林凤的死讯 这位曾经的银行玉女 永远定格在了36岁 8.梅艳芳 1963年到2003年 享年40岁 1982年 一曲《疯的季节》 达动了评委的心 捧红了一个19岁的小姑娘 梅艳芳 正是凭借着这首歌曲 梅艳芳签约华星唱片公司 正式出道 在出道的第二年 专辑《赤色梅艳芳》发行 拿下了500斤销量 梅艳芳开始了赤茶歌坛的黄金岁月 自1985年起 梅艳芳多次创下香港歌手的歌唱记录 荣获了梅念八 梅三十等称号 是香港歌坛的大姐大 除了影坛上的成就 梅艳芳也涉足影视业 香香花月夜 腌织扣 传导芳子 半生源 钟无燕等多部影视作品 让人们看到了梅艳芳不俗的演技 但是2003年的12月30日 梅艳芳因宫颈癌永远离开了我们 年仅40岁 在2003年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上 梅艳芳不顾身体的疼痛 坚持唱完最后一首歌 又记得她穿着洁白的婚纱 在舞台上尽情唱歌的样子 是如此的凄美 虽然梅艳芳一生未嫁人 但在她最后一场演唱会上 原谅自己的婚纱梦 梅艳芳最终把自己嫁给了舞台 如她那首《女人花》中唱过那样 缘分不停留 向春风又走 女人如花 花似梦 有人曾经说过 美人难得 薄命的美人 更加令人惋惜 这八位红颜薄命的女星 有些在人生的巅峰时 突然消逝 有些在人生落魄时 黯然离世 虽然 她们在这个世界 停留的时间很短 但是 账命的命运 甚至英年早逝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红颜薄命的女星们 一 林凤 提到上市电影公司中成功的女明星 就不得不提到林凤 她是上市电影公司早期培养的最成功的女星之一 被誉为上市之宝 林凤出生在广东 自幼就喜爱电影和表演 经常模仿影片中的各种角色 后来 她考入了上市电影公司 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进入上市后的第二年 林凤凭借着《鲜秀奇缘》和《鹏门淑女》两部电影走红 成为了上市的重点培养对象 据统计 林凤一生共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 被人们称为银潭玉女 备受喜爱 也受到公司的重视 然而 在拍摄完电影《月向那方圆》后 林凤宣布了西野 与丈夫步入了婚姻殿堂 专心相夫教子 但人们万万没想到 这部影片竟成了林凤的绝唱 1976年 人们接到了林凤的死讯 这位曾经的银潭玉女永远定格在了36岁 二 简慧珍 简慧珍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富裕的家庭 她的父亲是当地一家珠宝金型的大股东 从小就过着优渥的生活 拥有优越的条件和出色的外貌 16岁的简慧珍在阳光小姐选举比赛中一举夺冠 从此踏入了娱乐圈 进入娱乐圈后 简慧珍的事业一帆风顺 不仅与张国荣 周润发 刘德华等巨星频繁合作 拍摄了A计划续集 英雄本色续集 伊梅道人等多部影片 还签约了亚氏 前途一片光明 在此期间 她与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听闻李国豪去世的消息后 简慧珍痛哭不已 然而 命运弄人 1998年 年仅30岁的她患上了脑癌 并于第二年去世 享年31岁 3 林黛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林黛这个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 她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著名的国语片女演员之一 创下了蝉联四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的记录 这个记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1951年 年仅17岁的林黛 拍摄了一组照片 其中一张被著名摄影师踪围更放大 陈列在自己的摄影沙龙橱窗中 正是这张照片引起了长城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的注意 随后签下了林黛 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后 林黛因出演改编字编程的影片 翠翠而走红 随后加入了当时备受瞩目的上市电影公司 成为该公司最红的明星之一 当时的林黛备受追捧 其出演的影片不仅频频打破票房记录 还获得了众多大奖 然而 即使是如此备受瞩目的女星 也无法逃脱感情打击的阴影 1964年7月1日 林黛在公寓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享年30岁 4 白小曼18岁 白小曼是70年代少事影业的燕心 虽然只拍了两部电影 却广受好评 然而 她在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却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白小曼是一位中美混血 母亲是香港人 父亲是美国人 家中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然而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分开了 她跟随母亲生活 家中的兄姐都表现出色 唯独白小曼让人头疼 不爱学习 经常结交社会上的不良少年 成为了小太妹 在被发掘之前 白小曼的生活颇具波澜 十六七岁时 她不仅频繁地换男友 还跑到了菲律宾 电影《神探小旋风》 为她提供了荧幕初次亮相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 她也染上了不良的生活习惯 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经历了种种负面事件后 颓废的少女回到了香港 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然而1974年 上市著名导演李汉祥 发现了她的潜力 李汉祥任白小曼做干女儿 并让她出演了电影 《声色全马》中的女主角 其中有不少大尺度的戏份 白小曼的表演受到上市的赏识 得到了五年的片约 并成为了电影 《倾国倾城》的女主演 被誉为林黛以后最大的发现的白小曼 拥有着中美混血的外貌客征 高挺的鼻梁 大眼睛和婀娜多姿的身材 使她成为了当时的焦点 李汉祥对她的发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不仅帮她戒掉了不良生活习惯 还让她改掉了放纵的生活 然而 即使如此 美人依旧凋零了 就在少市准备大力栽培白小曼时 她却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仅十八岁 在声色全马 还未上映之际 白小曼便离世了 或许是一时冲动 或许是对娱乐圈不适应 这样年轻的离去 着实令人惋惜 五 陈宝莲二十九岁 身高一百七十五的陈宝莲 天生美艳 注定要吃演员这碗饭 但她空有老天赏赐的好皮脑 却占尽了人间悲剧 陈宝莲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 长大后 她被母亲被推着去参加港姐选美 落选后 被母亲签到了电影公司拍风月片 许多无缘于她影片的朋友 也一定看过周星驰的 国产零零七 爱美神一角惊艳绝伦 身材火辣的陈宝莲 很快凭借大尺度电影收获 而她的片酬都被母亲拿去还占 后来陈宝莲爱上了当时正当红的莫绍聪 这个男友只给了她一时的疼爱 背后却偷偷劈腿 和莫绍聪分手后 陈宝莲被台湾大老黄人中追求 对方出手阔绍 呵护有加 让她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出生在上海的陈宝莲 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中 从小跟随母亲长大的她 非常缺乏父爱 这导致了她今后 与大她33岁的黄人中纠缠不清 但这段感情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陈宝莲一度精神失控 不仅前去黄人中家大闹 并且多次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感情不顺的她 事业也遭受严重打击 从红极一时的美艳女星 成为了无人敢用的疯婆子 最终 在2002年7月31日的傍晚 陈宝莲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享年29岁 6.翁美玲26岁 1982年 是改变翁美玲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 23岁的翁美玲回到了香港 参与了港姐的竞选 不过最终只拿到了第八名 但是她却被无限发掘并签约 9月份 翁美玲参加了理想黄龙的竞选 最终从3000多人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这个角色 据说当时有超过3000人 参加了黄龙的面试 其中不乏港姐 为了取得优势 翁美玲身穿古装参加了面试 并现场表演了一段黄龙的台词 让金庸眼前一亮 从而顺利获得了这个角色 虽然外界对翁美玲 饰演黄龙一角充满着质疑 但是 《射雕英雄传》一经播出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翁美玲在剧中的表现 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她古灵精怪的样子 简直就是黄龙本容 由此 她获得了最美黄龙的称号 从此她的事业也迈向了巅峰 虽然心路一片坦途 但是翁美玲的情场 却不是很得意 在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 她与汤振业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人相恋两年 一直分分合合 最终于1985年分手 尽管很快有了新的追求者 但翁美玲无法从失恋中走出来 也因为与汤振业之间的感情破裂 和外界的闲言岁语 1985年5月14日 翁美玲在家中去世 享年26岁 从此最美黄龙凋零 七 梅艳芳40岁 梅艳芳被誉为香港女儿 是最具代表性的女星之一 她在影视和歌唱领域 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至今无人能超越 梅艳芳四岁半 开始与姐姐一起登台表演 帮助家庭谋生 1982年 一曲《封的季节》 打动了评委的心 狠红了19岁的梅艳芳 她的中低音成为了她的独特标志 多变的造型让观众耳目一新 凭借这首歌曲 她签约了华星唱片公司 正式出道 再出道第二年 专辑 赤色梅艳芳发行 销量500金 标志着梅艳芳 开始了她辉煌的音乐生涯 从1985年开始 她多次创下了香港歌手的歌唱记录 荣获了梅念八 梅三十等称号 是香港歌坛的大姐大 从1982年开始 梅艳芳的第一张专辑问世 几乎包揽了香港乐坛 最佳女歌手的全部奖项 《女人花》 《一生爱你千百回》等歌曲 更是红遍香港和内地 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乐语金曲 除了音乐领域的成就 梅艳芳在电影领域 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出演了《香江花月夜》 《胭脂扣》 《川岛芳子》 《半生源》 《钟吴艳》等多部影视作品 展现了她出色的演技 与张国荣合作的《胭脂扣》 斩获数个奖项 为她赢得了四座影后奖杯 除了事业上的成就 梅艳芳为人仗义 经常提携后辈 享有极高的声誉 被无数歌手视为偶像 然而 2003年 40岁的梅艳芳 被诊断患有晚期恭敬爱 她挣扎着完成了最后一场巡演 身着婚纱 像在舞台上嫁给了生命 在众多朋友的陪伴下 安详离世 8 乐蒂31岁 乐蒂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知名女星 素有古典美人之称 原名西仲仪 1959年出演了电影 《倩女幽魂》 饰演最早的小倩 这部电影还参加了法国嘎那电影节 是她被西方媒体誉为最美的东方女星 乐蒂出生于名门之家 外祖父是上海知名的大富豪 在她出生之前 父亲在外用餐时不幸意外离世 尽管失去父爱的摇篮 但她得到了母亲和外公的精心教导 后来 随母亲迁居香港 乐蒂考入了长城电影公司 并签下了合约 开启了她的梦想之旅 在长城的五年里 她参演了几部影片 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直到加入邵氏电影公司后 乐蒂的事业才开始蒸蒸日上 21岁时 乐蒂加入邵氏电影公司 继续成为当红花旦 她在邵氏拍摄了21部影片 并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事业达到巅峰 她的时尚和妆容更是引领了时代潮流 在她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经历了爱情的起伏 在拍摄《夏日的玫瑰》时 她与未来的丈夫陈后相识 1962年 乐蒂与邵氏男星陈后结婚 然而 这段感情并未长久 当她发现丈夫对她的不忠实 乐蒂不顾名誉和流言 亲自向法院提出离婚 离婚后 将精力全助于事业 她与哥哥合开电影公司 事业再度迎来高峰 然而命运却不幸 1968年12月27日 31岁的乐蒂 在家中午睡时突发昏迷 送医后已无法挽回 法医鉴定显示 她是因过量服用违禁药物 导致心脏停止跳动而离世 这位古典美人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有人说 美人难得 我想说 红颜薄命更令人惋惜 这十位红颜薄命的女星 有些在事业鼎盛时意外离世 有些在低谷时黯然别视 尽管她们在世间停留的时间短暂 但她们曾经绽放美丽 为世界带来无尽的美好